这是你们第一次月考 你们的成绩 左边这个是去年的 他们的也是第一次月考 你可以看到成绩分布的情况差不多了 就是七十分左右的最多 考的不是很好的人也差不多 占的比例来的也差不多 就表示这个题目出的还好 没有说全班都很低或全班都很高 还算是一个normal distribution 正常的分布 已经有一半的同学来看过自己的考验了 看过之后可能比较知道自己的作答 哪个地方疏忽掉 或者说这个老师改的太 扣分扣太多了 哪里被扣了 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你第二次月考第三次月考一样的 同样的舒服的话 还是会被扣分的 这是你们的一个成绩分布 所以我希望他们要去看你这一考卷的同学 能利用课语的时间来看一下 那这边要特别希望同学 尤其第一次月考考的不是很好的同学 希望你要继续的加油 好不好 不要这么早就说我要放弃了 早期的同学你们的学长姐 很少说第一次月考考不好 那就算了 他就放弃这一课了 很少 可是这几年呢 近几年了 好多年了 最近几年 我就发现有部分同学 少部分同学 考的不是很好 他就不来上课了 不过来上课完全就放弃了 我是觉得蛮可惜的 每一年到差不多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 这个杂志 他都会去做一个调查 一千大企业 国内一千大企业 最爱用的是同学号的毕业生 那各位看一下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 中央大学在这里 去年第八名 今天第九名 都还好了 早期一年呢 应该说去年以前 排名第一都是成功大学 企业界最喜欢用的余业生 是成大的校园 从去年开始 就变成台大了 近年还是台大 那让一个学校 他的名气 是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不要认为说 读什么学校没有关系 那在学的成绩 好坏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有本事 没有错 你有本事 可能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刚出出社会的话 第一次去找工作 别人也不认识你 你的资料 你的资料呢 寄到这个 需要招募人的公司里面 桌上一叶 几百工 他只要找两位 这个两位人士的话 希望两位 去两位的话 他怎么去找 他当然就看学校 你毕业什么学校 所以排名在很后面的 私立学校 我想第一次去认证工作 机会非常非常小 很多就直接丢到垃圾桶去了 看都不看 那当然其次就是你的专场 需要的人 希望怎么样专场 那么然后 常常是来自这些名校 我们学校应该是很名校 所以同学应该是很幸运 当然也是你们的本事 考到我们学校 那同样是这个 来自这个名校的话 他也看看你的成绩单 所以不要认为 自己的成绩不重要 这样同样的 这个出生过了 接下来他来看的 你的成绩单 这学校表现怎么样 那如果你机会好的话 你还有面试机会 那当然你还有机会面试 那如果说连面试机会都没有的话 可能就被 如果成绩不好的话 被淘汰掉 也是有机会的 所以同学在学校的一些表现 还是要注意 因为别人不认识你 那如果你有机会 出生过了 然后去面试的话呢 那也许你可以出现 因为你觉得 你的当面的表现 你可能很突出也说不定 但是在你没有面试之前的 这些特体观 如果都过不了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到达面试这个阶段 但是在前面这些 在书审的阶段 看了就是书面试的 你什么学校 什么系 这学校的表现 就是你的成绩单了 所以希望同学呢 还是要在意你的 那 另外 我想趁这个机会呢 来讲一下 其实我看 给各位的考见 当然蛮多同学考的相当不错了 但是也有不少同学了 考的差不多了 也算是不错了 但是就是你的作答的方式 让我觉得说 你每一题都不是很完整 比方说你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程度 不是很透彻 那这个对各位将来要用的时候 就是你们在学校当然要考试 你说我音符考试六十分就可以了 反正就及格了嘛 这个 这是音符考试 这个心态 可是对你们来讲 你们是 将来你们是化学主修 就你们专一是化学 你们要靠化学呢 去跟别人竞争的 所以希望你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希望说我学 把学好 然后变成你知识的一部分 那这样才是你的一个实力 如果你对所有的事情 我们教的内容呢 你都知道的一个 六十分 那你的实力就是六十分而已 那将来要用的时候 这六十分没有什么用的 跟五十分四十分没有两样 没有法用 OK 那所以我希望同学 在学习心态上面 希望就是说 你在学的过程里面 要求自己 对这个事情的了解百分之百 如果哪里不懂的地方 要把它 进一步把它弄懂 不管你是跟同学讨论 或者是 来问老师 问助教都可以 所以同学 不要 不要不好意思来问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欢迎同学来问 那就是你自己要要求自己 因为老师不知道 你哪里不知道 你哪里不懂 我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问自己 哪里不知道 把它弄懂的事 好不好 另外呢 我刚刚讲过 不要那么早就放弃 那么在我教师教那么多年里面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跟着很特别 我们考三次 过去到现在 我们都考三次 他先两次 我们总分是180分 平均才60分 三次吧 总分180分 他先两次考的 总分加起来大概90分 90多分 不到100分 他需要在期末考 要考 差不多要90 80几分 然后他跑来找我 说老师 我跟你讲 虽然我今天两次考的不好 但我现在下定决心好好练习 我一定会考八十分以上 我这个时候加油加油 我听到这样高兴 因为很少有同学跑来跟我讲 老师我要加油了 他跑来跟我讲 我期末考一定会考得很好 那这个名字很少 有同学跑来跟我讲 算了 要加油 结果你猜他期末考考几分 将近100分 但总分是110分 我期末考是110分 他跑来将近100分 这非常非常不容易 但他做到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还有一两位同学也是印象很深刻 一个是不来上课 我好像有提过 那两位同学 就那一届 那一班 就两个人 很特殊的 也很突出的 大概一学期 有一半的课不来上 他考试都考得相当的好 七八十分 所以很难的地方 他不来看自己看书 我看他还是没看懂 但是大部分的读行 他都自己看懂 那我也很佩服他们 我也很佩服他们 那还有一位同学 是不教作业的 他说 老师我都有写 但是他只教了一次 我们教六十 他只教一次 他其他没教 我说你今天写我们不教 他说 我写 我觉得我会了 或者是我觉得我 我都写完了 他说他说 不教没有关系 他很 也很特别 那结果 他学习成绩呢 也是很好 作业都不教了 他有十分 十几分没有了 他成绩还好 还有七十几分 很厉害 他大三去考研究所 就考上了 这个学习 去考研究所 他就考上了 所以这几位同学在过去 我的印象里面 有非常特别的同学 是为千万同学 这个同学 不要那么少放弃 那 讲到这个所谓的 一百一千大企业 最爱的一个学生的排名 在这篇报道里面 特别强道 就是说 他对 我们 同学的一个期望 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同学 他要有 很强的企图 是你毕业来找事情 希望你自己对自己呢 你的要 或你的目标要定的高一点 你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什么 就你们在旧学阶段 希望你自己要求自己高一点 我希望这些毕业呢 先学学期呢 结束之前呢 我的每一科 能够学到哪里 另外呢 他要抗压性 那很多同学修 大山很忙 没错 每一科 每一系的大山都很忙 那深特西更忙 而不是只有我们画一系大山忙 每一系大山都是最忙的时候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 小虎队里面的乖乖 乖乖乖乖乖乖珊 书渡 念到大山念不下去了 他才大集结石 就休息了 然后就放弃了 因为大三是主课都在大三 所以他不去上课 或者跟不上就跟不上 不可能跟上 那但是 累归累 那你们同学应该是 是我期望 我希望在大三这一学期 能够好好的学 因为你们明年面对大事了 这我面对 我有考研究所 你现在不学好 你明年考研究所怎么考 你还是要去把它学好 你现在不花时间念 明年还是要花同样时间去把它念好 所以你们应该要 期望自己 这一学期 所有的科目 既然在学 把它学好 至少这一部分把它弄清楚弄懂 那明年你们在准备研究所的话 就应该比较轻松 好吧 所以 到目前为止 你考得很好的同学 希望继续保持 第一次没有考好同学 希望你 从现在开始 上课的时候呢 把这个 我们教的部分能够听懂 这个最重要 听懂 上课能够听懂的话 把重点把记录下来 那回去再看一看 就比较容易弄懂 如果上课听不懂 回去看 就很辛苦了 每一课都应该一样的 好 好 那我们就继续了 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教的部分 就是 Syclic Votometry 循环 环法 那 施加电位的方式 那么当然这个是在仪器里面设定的 你当然看不到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 在Walking Alexa方面 施加电位的方式 有一个Initial Potential EI 那这个Initial Potential放在哪里 这是做实验人自己的责任 你自己要做实验的人 你自己要去 要去思考 是我的Initial Potential 要选在哪里 那通常一个原则就是说 我这个电位加上去 这个反应物呢 不会马上就进行电话来反应 所以这个Initial Potential 通常选在 电位加上去呢 你的反应物不会进行 不会发生电话来反应的 那个电位 然后Forward Scale 那在这个意思里面 从0.8V往负的电位方向Scale 越来越负 那么显然的 你的分析物呢 它是要进行 这个电位呢 越来越负的过程里面 你是希望它进行 一个还原的电话来反应 所以才是越来越负 反过来讲 所以不要说 那个课本上有个例子 只是往负电位方向Scale 做实验的 只能这样子 这个方向 不是的 你可以Initial放在负 往正电位方向Scale 你希望一开始 要进行的是 软化反应的话 所以这个是 往Initial设定在哪里 没有 不会发生电话来反应的 一个电位 然后往 哪一个电位方向Scale 是越来越负 还是越来越正 就是看你希望 你的反应物呢 是发生 氧化 是还原 这样一个电话来反应 在这边呢 越来越负 那到哪个电位 你叫回头 Switching Potential 这个也是你自己 要去做决定的 所以这些都是 做实验的 你要去设定的 当然要回头 一般是回到 这个Initial Potential 这样子算是一个Cycle 一个循环 做实验的时候 很多时候 会连续做两个三个 都可以的 那么 在做实验的过程里面 容约是禁止的 禁止容约 就目前这样一个设定来讲 从0.8V到 负0.2V 1V的范围里面 你花的时间是20秒 所以它的Scan Rate 也是你要设定的 就是50MV per second 就这个例子来讲 那这个Potential WaveFone 就是它施加电位的一个 电位的方式 Potential WaveFone 那么在这个图的说明里面 它叫Cycle Automatical Excitation Signal 那么 E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 课本上它有举了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呢 是很多初学的 这个教材里面呢 大概都选了例子 因为比较容易去了解 那你们在一分的讲义里面 一分时间的讲义里面呢 它放的例子好像也是这个 所以做过一分实验的读学 做过CV的实验的读学 应该都很熟悉吧 好 这是Potential WaveFone 从这个0.8V Scan到Fu的0.15V 再回头到0.8V 这是施加电位 或者电位扫描的方式 那在这样的一个电位扫描的过程里面 横坐标在这边 电位扫描的过程里面呢 溶液里面有什么样的溶液 有KNO3 是Emolar 这是Electrolyte 电解之溶液 那你的分析我通常是Minimal 所以这边是6.0Minimal K3F1CN6 K3F1CN6 好 问同学 这个K3F1CN6 会发生电话与反应的 这个离子呢 是铁离子 F1这个离子 请问你在这个 这算一个错误 这里面的铁离子几架 铁离子几架 杨一品 来 答案是什么 这个里面 正三架 很好 那么所以这个你要知道 是你看一个K3F1CN6 那在这个溶液里面呢 它会解离 就是铁离子 解离掉 然后呢会以一个绰合物 F1CN6-3架 这样一个绰合 Complex ion 存在 那么这个Complex ion 这个Complex ion里面呢 它会进行变化于反应 那么铁离子 是变子的是这个铁离子 那在这个地方呢 铁离子你要一看就要知道 它是几架 它是正三架 正三架 正三架 所以它是从正三架呢 还原成一个变子 变成正二架 所以这样一个还原反应 所以同源里面一开始正三架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Initial Potential 放在比较正的电位 正三架在正电位下 不会发生电话的反应 不会反应 那么所以我们放在 0.8V Initial Potential 我们希望它不会发生电话 来反应的电位 然后往副电位 发生Scan 往副电位 发生Scan 那么再来 从A到B这个电位 范围里面 就A到B 这个范围里面 没有电话 来反应 所以你的电位还不够负 所以三架铁离子 不会被还原成二架铁离子 不会发生电话来反应 然后到了B之后 BCD 就是BCD 你可以看到 这一段电位的改变 并不是很大 BCD这三个 电位范围并不是很广 但是电流变化就很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已经到了 接近 这个 铁铁锁离子 它还原的一个 标准电位 或者 在这边的话 E1-Half Headway Potential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 发生 还原反应 然后这电流 还原电流呢 增加得很快 那么这一段 也就是 到了这个电位范围里面 电机表面 反应物呢 就要开始被还原 所以在电机表面 你的反应物浓度啊 它就要开始下降 就要开始下降 就要开始下降 就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这一段 这个电机表面 反应物浓度 开始下降 下降的结果呢 那么这个电流会 上升的很快 电流上升的很快 这个区域 但是到了这个最高点之后 到最高点之后 你现在容约是禁止的 所以到了最高点之后呢 电机表面浓度降到零 那这个要从更远的地方 从更远的地方呢 Diffuse过来 Diffuse rate的厚子 会越来越 越来越厚 就是要从更远的地方 Diffuse过来 那么所以Diffuse rate呢 是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大 结果呢 你看到的 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区域里面 你看到 下降 电流开始下降 这个就是你在做CVCM的时候 做CVCM的时候呢 你观察到的 一样的 在这个区域 宽延电流上升很快 到最高点 因为是在禁止农业 在禁止农业 是它的detail detail 所以这边一段 跟前面的 我讲的那部分 是完全一样 解释的方式完全一样 没有反应 开始发生电话 也反应 电流增加很快 到最高点之后呢 在禁止农业里面 它detail 而如果是在角度农业的话呢 到最高点 就要平下来 平下来 有没有问题 就讲到这边 这个你一定要去了解 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所以在前面这一段 发生电话的反应 都是铁 铁锁离子 三架铁离子 还原成二架铁离子 鸭铁离子 铁锁离子 铁锁离子 这一段 这没有问题了 应该没问题 那有问题的 不是有问题 就是 我们没有讲过的是 回头这一段 到F这一点 电位呢 开始回来 reverse scan 往回扫 那往回扫的话 最高点是在D这一点 到D这一点 然后比配嘛 往回扫的时候呢 从F到G这一点 这一段电位范围呢 仍然是在还原的电位范围 所以你进行的 仍然是继续的还原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电流呢 可以说是继续的 就是从这边延伸过来 继续的抵配 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它抵配的速度呢 前面下降比较快 然后后面这边就比较缓慢了 所以你 这一段回来的这一段呢 就这一段的电位范围 仍然是在还原的电位范围里面 所以它仍然发生 继续发生还原反应 所以这一段仍然是继续的一个还原电流 但到了H这边开始呢 它就进行了一个氧化反应 到H这边之后 电位之后呢 往正的另外范围范围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氧化电流 所以你这边发生的是一个氧化反应 也就是刚才的 还原反应的一个逆反应 二架铁离子呢 再氧化成三架铁离子 所以发生一个氧化反应 那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氧化反应 因为在前面没有反应之后 从B点之后呢 持续的都是一个还原反应 一直到这个接近H这一点 这一段呢 在电位改变的过程里面 持续的都是发生还原反应 所以还原反应的产物 它就累积在电力表面 浓度最高 然后Depil出去 远离电力表面 所以电力表面附近的这个产物呢 都是二架铁离子产物 那刚你的电位呢 到了它可以氧化的电位 电力表面的二架铁离子 刚刚就氧化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氧化电流 然后到最高点一样就DK 所以它的这个样子呢 形状呢 就跟前面那个Forward Scanner 是很像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那我们的解释大家就讲到这边了 所以你要了解 没有反应 有反应开始 电力增长很快 然后DK 这个Reverse Wireless 一开始前面这一段 仍然是继续的还原反应 而到H之后呢 才发生氧化反应 好 我们这样一个CD呢 它的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这样解释 我们这样解释 阿东也没有问题啊 洗碗都没有问题啊 就是一定要想得通 哈 没有问题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你做完一个CV实验 你得到什么样的数据 哈 就是你做这个CV实验 不是好玩的啦 你总是一个目的嘛 做实验总是一个目的了哈 那当然 我常常跟同学讲 你得到这样一个CV图形啊 其实是很漂亮哈 你要自己画还画不太出来哈 这形状其实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形状 啊 很漂亮的形状 那你们做过CV实验的同学 我想 不同的速度 它的形状虽然是一样 但大小不太一样 整个画在一起 那是很漂亮的图案啊 相当漂亮的图案啊 我不晓得这个图案 对别人 外戏的人有没有吸引力啊 也许他们看的也 会喜欢也说不定啊 那但是我们做CV实验呢 呃 那不光是看它的形状啊 那我们总是希望 得到一些information啊 就做完这个实验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啊 那做完这个实验呢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啊 做过CV实验的同学很多啊 呃 来说明一下 做完那个箭得到什么 成一换 做过没有 一期会做过没有 那过起来做过没有 哇 不要问几个人啊 怎么会这样啊 看到的东西都是没有啊 呃 江里悦 你说过没有啊 哦 错过了 很好 来 做完一个CP线 你知道什么样的资讯啊 好 电流跟电汇 好 电流跟电汇 好 反应半波电汇演化 反应半波电汇 还有反应半波电汇 还有反应半波电汇 反应半波电汇 反应半波电汇 好 好 那 那兄弟仰化半波电汇在哪里啊 上面不会知道 上面不会知道 对 我知道 上面是反应没错啊 那所谓的半波电汇在哪里啊 这个嘛 这个嘛 这个不叫反过电汇咧 OK 好 没错啊 就得到 电汇跟电流 然后因为有 有两个方向啊 所以有 两组的电汇 两组的电流讯号 一共只有四个 四个数字 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数字呢 我们都是用p 这个potential有两个啊 那还原的话呢 我们就是 我们都叫EP p呢 p呢 就叫p 波峰嘛 最高峰 p 那 e的话当作potential 就是pick potential 那 这边有两个p potential 因为有两个p 啊 那么一个前面这个是 还原 我们叫做epc c的话 代表catholic 还原的啊 一个 波峰电位 是叫catholic pick potential 还原的 这个 反应它的p 对应的电位啊 那相同的啊 那相同的啊 EPA的话呢 就是anodic 氧化的啊 这个pick potential啊 所以你会得到两个p 对应的电位 那这两个电位之间的距离 data ep啊 这两个p 它们之间的这个 分开的程度啊 data ep呢 那它就可以反映出来什么呢 反映出来你这个电话的反应啊 这个election transfer的速度啊 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的话 它看到的就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啊 reversible reaction 这个电话的反应呢 电速度非常快 那你看到的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理想的啊 可逆的反应 那可逆的反应 一个条件就是 这两个pick potential 它们之间的分离的程度啊 data ep呢 要满足这个条件 假如说就这个办法来讲 eagle electron transfer 那么它应该分离的距离呢 是0.0592 就是59mV 那如果不是 通常不是啊 你们做实验看到了 绝对都不是啊 不是的话呢 表示说你的election transfer 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快 那它就稍微的慢一点的话 它变成e-reversible 那e-reversible的话呢 这个首先反映出来 就是这两个pick potential 之间的距离呢 会大于啊 这个理想的啊 这个标准的啊 理想的这样一个变位置 变位置啊 OK 所以你由这 做完一个CP实验呢 你马上去量一下 这两个pick potential的data ep呢 你就知道啊 它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一个reversible反应 好 这是第一个啊 另外呢 从这个 这两个pick potential呢 好 它们中间啊 这两个 这个中间点 就说这两个数字 加起来除以2 平均值呢 就是你的e0值 就标准电位 刚才江明也讲的啊 是 这两个pick potential啊 加起来除以2 那个电位值呢 就是这个 半反应 它的e0值 那这个数据很重要 就是 很多人做 电话学的这个CP实验呢 那当然想看一下这个 电话本身啊 reversible thing啊 可逆性好不好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 希望你知道 这个半反应 它的e0值在哪里 标准电位在哪里啊 那 直接就出来了啊 这两个pick potential 除以2啊 加起来除以2啊 好 这是 电位啊 那电流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pick potential 对应的啊 最高点 那量下来啊 这重度标是电流嘛 那量下来 那你的基线在哪里呢 就forward scan啊 你的基线就是前面这一段没有反应的延伸出来啊 延伸出来啊 延伸出来啊 然后到你的pick最高点 那么就IPC Casotic 还原的pick current 还原的pick current 回头的这一边 那它的最高点 对应下来啊 你的电流 基线在哪里 在这里 延伸出来啊 延伸出来 那这一段 IPA啊 analytic pick current 这两个 这两组 那一个理想的reversible反应的话 这两个pick current 大小 几乎相等 那 反过来讲 如果说它 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reversible反应的话呢 那你的回头的这个 reverse的这个 通常是比较小 通常是比较小 那如果说是极端的 那些的话 像你们在做实验 做了两个 对不对 一个是Crenome 一个是Ascorbic acid 好 如性疯狂 你点头了 你跟那个江里 刚好是同一组 组 你一定错过了 好 那这两组 Crenome 跟这个Ascorbic acid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有一个 有一个回头的没有 Hedle Crenome 虽然不是那么理想的reversible 不过你会看到一个氧化 我们都是氧化 两个都是做氧化 先开始是氧化 这两个都是氧化 但Hedle Crenome 是有氧化之后 reverse有还原 所以你看到两个对称的 一对的 但是Ascorbic acid不一样 氧化之后 回来没有 完全没有 那是很极端的 因为它整个水解掉 完全没有 看不到回来的 那通常呢 如果reversibility不好的话 回来的 就是reverse回来 会比较小一点 会比较小一点 好吧 那就是 做完CB 你会得到 两组电流 两组电压的一个资讯 然后用那个资讯呢 你可以判断 是不是本力啊 然后呢 还可以算Ele Implant 那可不可以做定量呢 那我们做一份实验 电面是要你做定量 那可以做定量 可以做定量 那这个 通常我们看的反应 就是diffusion control的 那你量到这个 量的时候 你作为两组电流 对不对 那你要用哪一组 来做定量呢 那我们是用这个forescan forescan通常比较大了 forescan这个电流 这个p current 那么它呢 跟浓度 浓度在这边 C 就是浓度 成正比 p current 跟浓度成正比 那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N 几个Electron Transfer N 电极面积有关系 Diffusion 这些都是前面讲过的 那么我又一个呢 前面没有讲过 就是scan rate 这个 这个NU 2分之1次方 就是scan rate 你做这个CVCM 你的scan rate多少 这样设定 你的scan rate 它的快慢 也会影响到你的p current 它的大小 所以跟scan rate 2分之1次方 成正比 那这个公式是很有名的公式 因为CV现在是各个领域都在用 其中定量的一个依据就是这个公式 Randall 7 这个equation 那所以这个公式 你要去背 你背不完整的话 至少 你知道跟浓度成正比 scan rate 2分之1次方 成正比 至少这两个关系 你一定要知道 那前面 就是很多时候 前面这些数字 你可能是2.686 10的5次方 N的2分之3次方 真的 你不记得 但是后面这个面积成正比 浓度成正比 scan rate 2分之1次方成正比 这些关系 你一定要知道 OK 好吧 就是有关这个CV 那么 做完实验 四组 两组 电流电压的 资讯之后 那么 这些是相关的 是什么样的产物 真的 还反映一个数率啊 这些这个 如果说你的研究的重点 想是研究这方面的话 当然是比较用心 你可以跟他相关的资料 但是像我们今天 我们课本上 并没有再介绍 这个的话呢 有点难过 真正在做这方面CM 当然 当然 要去理念 要去了解更多的事情 那这个一帮同学 只要知道一下 基本的 这个特性就可以了 那像 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的研究呢 是一个 这是一个奴要 杀属地 就是杀属地 那这个它有名的奴要 各位听过吧 这个 8R星 很多人自杀 想不开啊 喝8R星自杀 这其实很痛苦 很自杀 发生 对 这个 吹下去 然后就 头吐白沫 抱着肚子在叫 很痛苦 因为很痛 这个东西很痛 这个会演一下 这个很痛苦 所以 那 这个东西呢 结构在这边 你当不邀请的 你被这个结构 它是一个 很有名的 这个 杀属地 不要 那在这个地方 它是用这个 当做一个反应物 那它有一个 官能基因呢 是 NO2 Nitro group 那 电滑悬上面 它是配备 那 所以 它就用这样一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康拉松 当做飞行物呢 做一个CVC 那 那 那 你在这边 你会看到 Initial 选在这个地方 那是 一开始 那这边是 没有电Wi-Fi 所以我们要适当地 选 哪里 没有电Wi-Fi 就是当地 initial 研究 然后呢 是往复电话 放了scan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一个 还原电流 那 至于说 还原变成什么东西 几个电子 的还原呢 这个要做 它做很多的研究 那这边是 别人的研究结果 直接拿来用 怎么知道 就不容易 所以这边 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还原电流 做完CVC会得到 这样的研究 学过的人 现在你们 都学过了 所以 麻烟会知道 说这边一个还原 没关系反应 自己说 什么样的反应 不知道 没关系 自然知道 这边可以 还原电流在哪里 但是很奇怪的是 这还原反应 完了之后呢 就是 你那黑暖的地方呢 那才有一个氧化 而且这个氧化 它的那个大手 跟那个 这个氧化氧化 在回合的话 跟它一个对称的 还有一个反应 学习 这个可能 不是它的一个 逆反应 那当然 这要做很多事 就证明 那结果出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niso group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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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in 就是 NO2 反应在 NH Oxin 去了一个 2 加了2 H 那所以 是4个链 是拖长的一个 反应 这是 这是 证明出来的 但是 这个产物呢 它就Oxin 它本身呢 没有一个 逆反应 那个 就是回来的逆反应 没有回来的逆反应 没有回来的逆反应 有的话呢 它它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 结果还原在这边 氧化它又在这个区 结果没有 所以 你再继续 更正的画面 你 又看到一个 氧化 变了 它这个氧化反应 后来证明是 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它会 氧化成 这个脉手部 是它呢 还是 Oxin 这个funk group 它的确是氧化的 但是氧化成 氧化成 变成NO 一个氧 不是两个氧 一个氧 奶氧化 所以它是两个电子 这边是个电子 电量比较大 两个电子 电量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小 然后我们再 扫回来 回头的话 在它的这个对面 看到一个氧化的 一个电子 那这个氧化电子又是什么呢 结果证明的是 它是发的蜜痕 就是 Nightroser Group 在关于面前 Nightroser Group 所以这两个是氧化反应队 氧化反应队 我们叫氧化反应队 但前面这个 反应之后呢 它并没有一个氧化 你跟它一个反应队 那氧化队 没有 它只有反应队 六氧 所以这个蛮特别的一个 一个电话云反应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好玩了吧 大概 不管它的反应是变成什么东西 你起初都不知道 这需要记录去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没有 反应之后呢 好像没有氧化 没有再氧化 但是到这边呢 好像有一个对氧化 对 那是什么 要做很多实验人的证明 所以这个作者呢 选了这样一个例子 让我们看一下 试试 这个是 呃 这个是看六十 在过去造科五年的时候 这可能不容易 现在有没有 看六十 刚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特性蛮有少 所以大家都研究了 所有的东西 包括了电话学的东西 所以很快的有一天 那个银线出来 就是 它六十 它到底 想要还原始 它就跑得越新 看这个 这边 这边是越来越富了 越来越富 所以你看呢 它可以 翻译几次 一二三四五六 翻了六十 可以得到 这个整个 在六十上面呢 可以加六个电子 负六甲 然后回头呢 有人看到 这边 一二三四五六嘛 六还原 六的仰化在这里 所以这边也有 一样 有六对 然后还原一对 所以它有六个电子 变负六甲 然后 它就翻过来 就这样一个实验 它就翻过来 弄得出来 这个是碳六十 这个是Harris那种书 它学的例子 西斌的例子 那碳六十 因为 刚刚出来的时候 很热门 都不知道你们 你们收不收些碳六十 听过吧 都听过吧 那碳六十呢 刀锋做出来的时候 质量 知道 所以它知道是碳六十 但是 我们知道碳的结构 钻石的结构 石墨的结构 怎么去想碳六十 六十碳 怎样的结构 想了老半天 终于给它想出来了 跟这个足球 结构完全一样 它这个有六角形 这个面上有二十个六角形 十二五角形 所以给一个人想到 把这个结构呢 建议出来 这有三个结构 1996年 我刚刚都会讲 包括去发现 做出来发现 然后地图结构的 这几位 好 我们小朋友要下课 那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就讲到这边 就先休息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 回来 因为 almighty